到目前为止 世界各国的反应 包括政府跟舆论 也几乎是一面倒的肯定 这条路可以说是一条不归路 台湾除非你不想 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否则这条路是非走不可 我个人过去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也学国际经济法 在上课的时候也在幻想 有一天学成归国 说不定可以参与贸易谈判 这次总算参与了 虽然老了一点 台湾一个法马已久展现强势 只是立法院长王清平一度提出 协商者中办法蓝绿各退一步 先逐条审查内容再包裹表决 马总统跟王院长的想法又出现落差 民进党的朋友 发动三万人的游行 来反对这个协议 那么他们在立法院呢 其实就应该投反对票 如果还要提出修正来的话 好像又变成支持了 而这似乎跟他们的立场呢 是不完全一致的 为了一个法马总统杠上绿营 救援才平息的马王不同调 在审议的前夕 似乎又再度上演 3新闻林佑许志雄 SNG小组台北报道 好不就在这个时候